他们是战功卓著的开阔元勋 在小小的飞机座舱内留下了生动的瞬间 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日本人 却为中国民族航空的崛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揭开飞机背后的故事 寻找历史深处的祖因 和平年代周末特别奉献 走进航空博物馆第四集 风云际会 为您讲述中国人的百年飞天梦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和平年代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航空博物馆里最具特色的伟人座机展区 毛泽东 周恩来 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座机 在这里呢都可以找得到 物转星移 时光倒流 置身于这些飞机当中 为人们当年在机舱里谈笑风生 心情工作的画面 仿佛又回到了每一个人的眼前 这架8205号里二型飞机 是毛泽东第一次乘坐的空军飞机 1956年初夏 毛泽东乘坐这架飞机前往广州 起飞之后 毛泽东拉开驾驶舱门笑着问道 我到里边看看可以吗 飞行员们兴奋地回答 欢迎主席 毛泽东在领航员的位置上坐下来 指着驾驶舱里的部件询问他们的名称用途 飞行员们一一做了回答 这时 飞机正好飞离武汉上空 大江湾延东去 茫茫苍苍 在浩渺的江面上 他仰望万里晴空 吟诵出 庞博瑰丽的水调歌头 采饮长沙水 又时五昌鱼 万里长江横渡 吉木楚天书 不管风吹浪打 胜似闲庭信步 今日得宽余 子在川上约 适者如斯福 毛泽东乘坐次数最多的飞机 是这架4202号 一尔十四飞机 从1957年3月19日 至1958年9月10日 一年半的时间里 毛泽东乘坐过23次 飞机的内部陈设 保持着当年使用时的情景 飞行途中 毛泽东不是学习英语 就是批语文件 这是1957年秋天 毛泽东在飞机上工作时 著名摄影记者 侯波抓拍下的一张照片 身着灰色大衣的毛泽东 坐在一张脚方桌前 右手持铅笔 左手夹着香烟 正在聚情会上的看材料 这张照片发表在1958年 第四期中国青年杂志上 一个凝固下来 朴素而感人的瞬间 生动的表现了伟人的风范 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时空 至今仍让人感到亲切与温馨 辛苦操劳 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 乘坐飞机次数最多 足迹所到之处最远 1965年6月 周总理和陈一副总理 率领中国代表团 出访非洲 参加第二次亚飞会议 乘坐的就是这架伊尔十八飞机 航空博物馆保存的两架不显的小飞机 更映射着周总理 伟大的人格光辉 1966年3月8日 河北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 3月9日 已经68岁的周总理 乘坐这架植武飞机 在重灾区楼地 他老人家不顾贫发的渔阵 走村窜户查看灾情 同群众一起吃清水面条 边吃边和群众交谈 父老乡亲们紧紧握着总理的手 热泪盈眶 失声痛哭 1976年1月8日 积劳成吉的周总理 与世长辞 十里长街宋总理 万里深州 进寒北 人民的郝总理 惊怀坦荡 留下一年 把自己的骨灰 撒在祖国的江河岛地上 波萨总理骨灰的过程 没有留下任何文字报道 和影像资料 唯有航空博物馆 这架军号尾 7-2-2-5的 令独星飞机 承车达着那一页沉重的 令人心碎的历史 1976年1月15日 20点15分 空军某部 虚从幻 唐学文机组 驾驶着这架 经过改装的运古星飞机 从北京通线机场起飞 载着周总理的中魂 最后一次飞向祖国的长空 智三委员会的两名同事 和周总理生前的警卫员 张树莹 高振普 代表邓颖超同志 执行波萨骨灰的任务 在密云水库上空 虚从幻 拉动波萨罚首 把总理的骨灰 波萨在祖国的首都 在天津上空 再次拉动罚首 把骨灰 波萨在总理青年时代 学习和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 在黄河边的北镇 他第三次拉动波萨罚首 把骨灰 波萨在中华民族摇篮的 黄河墨洞上 敬爱的周总理 永远和祖国的山河在一起 永远和他之爱的人民在一起 这架完成过这一神圣使命的国产硬五行飞机 作为珍贵的历史文物 寄托着人们对人民的好总理 不尽的死 一二六十二回机 是前苏联一流深设计局研制的四发远程喷气水运品机 1974年4月 这架一二六十二作为专辑 接送邓小平 率中国代表团 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 此时中国刚刚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联合国的合法行业 邓小平在会上提出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基本主张 并成调了中国坚决战争第三世界国家营 而且永远不崇拜 为中国在国际社会上树立了崭新的形象 国家领导人和飞机之间的故事还有许多 这些故事映射的不仅仅是领导人的个人光辉 更是与时俱进的国家形象 我身后的这架运输机的机身上呢 有北京两个红色大字 是毛泽东主席亲自提写的 他记载了一个震惊中外的历史世界 1949年11月9日 新中国刚刚成立一个同意 元属国民党政权的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刘静怡 中央航空公司总经理陈卓林 代表两公司在香港的4000多名员工宣布起义 接受中央人民政府领导 在区乏地面导航及气象保障的困难条件下 冒着可能遭到国民党空军袭击的危险 两行总经理等人 乘坐潘国定机长驾驶的别名空中行工的康维尔240型飞机 由香港直飞飞机 其余11架飞机 包括4架C46型 7架C47型飞机 由陈里达机长带队 从香港直飞天津 从香港直飞天津 这一轰动世界的爱国壮举 史称两航起义 1989年4月 当年驾驶第一架康维尔240型飞机 由香港直飞北京的机长 后任新中国民航局 总飞机师的潘国定老人 来到航空博物馆 向人们讲述 中国航空史上 最重要的一页 1991年9月8日 一位80岁高龄的日本老人 率领日中和平友好协会代表团 来到中国航空博物馆 在当年东北老航校使用过的 九九式高级教练机前 老人手扶机身 激动得热泪盈眶 这位老人叫黎明一郎 1945年9月 身为日本关东军第二航空军 第四飞行训练队队长的黎明一郎 及其所部 受降于东北抗日民主联军 当时 东北老航校正在孕育之中 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员林彪 中共东北局书记唐真 参谋长吴秋全 亲自会见黎明一郎 劝说他率部加入中国人民的航空势力 黎明一郎改名林保义 被任命为东北老航校主任教官 他与中国共产党早期航空骨干一道 为培养人民空军的第一批飞行员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 王海 刘玉滴 张鸡惠等一批战斗英雄 都是黎明一郎亲自带出的学生 回国后的黎明一郎 长期担任日中和平友好协会会长 为推进中日友好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当他率领日中和平友好协会代表团访问中国时 茂迭之年的午休权 专门设宴 与这位当年的老朋友重续游行 时任空军司令员的王海上将 恭恭敬敬地执弟子礼 向自己的恩师敬酒答谢 这架DC8飞机 是美国道格拉斯公司 于1955年开始研制的四发喷气水运输机 1958年首次试飞 国际奥比斯组织曾使用本架飞机作为眼科飞行医院 飞往世界70多个国家 免费为1800多名眼疾患者进行治疗 自1982年以来 眼科飞行医院16次飞到我国8个城市免费巡回治疗 1994年3月12日 江泽民主席会见国际奥比斯组织执行主席富达先生时 富达先生宣布 将这架象征和平合作和有意的退役飞机赠送给中国政府 在中国航空博物馆展出 2001年5月28日 意大利空军赠我F104ASA飞机交接仪式在韩国隆重举行 F104ASA飞机是世界上第一种两倍音速战斗机 是具有重要文物价值的珍贵礼物 时任空军司令员刘顺尧上讲 与意大利空军参谋长出席仪式交接了飞机政策 2001年6月17日 时任空军政委乔清晨来到韩国市场 这位老飞行员兴致勃勃地跨入F104飞机的座餐 为韩国增添新成员感到高兴 这架幻影三战斗机 这架F86配刀式战斗机 这架大校长初级教练机 这架皮亚乔初级教练机 这架米格23可变后略翼战斗机 这架F5A战斗机 分别是由巴基斯坦 金巴布米空军 坦桑尼亚等友好国家空军赠送的 这架在二战中为英国空军 立下过赫赫战功的喷火之战斗机 是由国内的航空爱好者 河北远洋运输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高雁明 在新西兰纳尔逊博物馆拍卖会上 自费购买并赠予航驳的 这架美国扣蒂斯公司设计制造的 T40型战斗机 机身上会有插翅蒙古 机头下会着鲨鱼牙齿 是当年由陈纳德将军率领的 美国援华志愿飞行队飞舞队的座机 从1941年底到1942年7月 飞虎队与日军战争的奉战 击落日积近300家 飞虎队成员牺牲和失踪24人 请看《航博大事记》中的记载 2004年3月28日 美国援华志愿成员和美国航天协会成员 共75人来馆参观 2005年5月8日 美国援华志愿飞虎队老战士及亲属疫情47人来馆参观 2005年5月12日 美国援华志愿飞虎队老战士代表团来馆参观 2005年8月13日 美国援华志愿飞跃驼峰的飞行员 共100余人来馆参观 2006年3月28日 美国援华志愿飞虎队老战士及家属疫情137人来馆参观 2007年3月28日 美国援华志愿飞虎队代表团疫情190人来馆参观 他们当中 有当年浴血奋战在船空的老战士 也有他们的亲属和朋友 包括陈纳德将军的夫人 陈湘梅女士和陈纳德的女孩 他们来到韩国 不仅是缅怀自己的亲人和战友 也是为了重温那段不能忘记的历史 在文化交流上 我们一方面注意发挥航母 作为国家级爱国主义 国防和科普教育基地的作用 另一方面 注意加强与航空及国防科技工业部门的联系和合作 2009年11月6日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成立60周年 以超越展望合作为主题 空军和平与发展国际论坛在北京龙重举行 来自五大洲35个国家的空军领导人 和领导人代表应邀出行 这在世界空军历史上上述首次 中央军委委员 空军司令员许其亮上将 在会上坐了 让世界的蓝天充满和平与希望的主旨发言 在回顾世界各国政府和友人 对中国航空事业提供的各种援助时 许其亮深情的水平 中国人民和中国空军永远不会忘记 苏联志愿航空队和美国陈纳德将军的飞狐队 曾与中国空军共同奋战在反法西斯的空战场 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深厚的地 永远不会忘记 在被称为人类空运史上最艰难 最漫长的驼峰航线上 绵延着一条有五百多架 元华志愿者运输机残骸铺铺救的远的足迹 一千五百余名盟国飞行员 永远长眠在喜马拉雅苦寒的冰川神赫 也永远不会忘记 林明伊朗等一批日本飞行教员 在人民空军孕育时期付出的心血 苏联政府和空军 在人民空军初创时期 给予的大量装备技术援助 让我们重读一遍 韩国天魂碑的碑文 纪念为中华民族航空航天事业 现身的先人 同人 同志 和朋友 这段碑文 正是为徐其亮将军 向世界发出的友好声音 做出的 庄重注视 在天魂碑的不远处呢 就是中国航空博物馆的管标 它的设计呢 有着特殊的含义 管标的底座上呢 有一个空心源 它代表着地球 底座上托举的是一架 乘起飞态式的歼12飞机 它高高跃起的姿态 象征着中国人 飞出地球 飞向太空的理想和气概 站在中国航天百年后的历史坐标上 展望21世纪的空天博弈 我们深知 任重而道远 而中国航空人 一百多年来的追梦历程 则是我们永远不能忘却的记忆 好 英雄城市 在2011年春节前的平凡意见 这里究竟上讲了哪些 不为人知的感人故事 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科技水平日积月异 在推进唐山军民融合式 发展的日日业业 军地双方又做出了多少 有目共同的复兴业绩 和平年代下期为您讲述 凤凰城的故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